中国安徽釜阳友好城市代表团一行6人 在釜阳市政府常务副会长李平的带领下 于近日访问洛杉矶蒙特利市 代表团一行人于8月15日中午 在蒙市举办了城市推荐商会 继友好城市新闻发布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邱绍峰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加州众议员五国庆代表 蒙市市议员刘达强 蒙市市议员黄维刚 以及洛杉矶当地企业家 和安徽同乡会 以及各社团代表50余人 参加了当天的推荐会 蒙特利前市长刘达强表示 去年7月份时 他曾经访问过安徽釜阳市 但是受到安徽釜阳市领导和 釜阳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随团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非常愉快 访问釜阳后 发现这座城市发展得非常好 人口超过1000万 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风景优美 生态良好 具有承接银海地区产业 梯度转移的优势 市场空间巨大 浮阳市正在成为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不仅仅在安徽省 在中国也是 回来后便向市议会推荐了浮阳市 希望能够与浮阳市递接友好城市 终于在2012年5月2日 蒙市市议员批准了浮阳市 与蒙特利公园市结为友好城市 并在2012年6月12日 蒙市与浮阳市政府签订了友好城市协议 这时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 这将开启两市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浮阳市政府常务副会长李平表示 本次坐到洛杉矶蒙特利市 参观考察了当地的城市建设 访问了有关企业 考察了东洛杉矶学院 并就其与浮阳职业技术学院的 国际交流项目和院方认识 进行了磋商 两市将通过派员互访 学生联谊 商贸观察 项目合作等方式 互相交流 促进经贸 教育文化 体育 科技等方面全方位互动 形成互惠 互利 双赢的良好局面 因为贪费兴趣我们在文化 教育 经济 科技 和我一个旅游发展 一般通通 而且我们鼓励 两个情侍的使命 多多访问 多多访问 多多的联络 多多的利用宅 那么我们的增加 增加就有了 而且我们很多保养人 很多是南非人 主动和渣州 可以大家 去保养 保养人就可以来这里 所以这是我们的勤盟 然后将军民 那么清楚 那么国家 还有新闻的勇气 那这次给盟室 简位一号 谢谢 这个主要是 实施我们 对外开发的政策 重点是加强 无法 教育 用于学院旅游 登房也合作 因为这个盟室啊 基本上想进入 接着世界不大 那个小伙子 那个意思是 这位开发 也是我们的一世 走出来啊 走一样十点 简易放私下 学习心理 过年或语言 一个必要